中国访问学者张颖从6月9号失踪至今也无音讯 嫌犯克里森森的公编律师团队 10月24号向伊州江兵市联邦法院提出书面动议 要求延长208年2月27号的审判时间 该案检方10月2号拒绝辩方动议 认为没有合理理由推迟审判时间 检方还表示该案件的审判时间已经有一次延迟 从最初的9月推迟到明年2月 审判时间是否会延迟将由克林布鲁斯法官做出裁决 但目前还不知道法院何时做出决定 但检方表示如果嫌犯将以死刑罪名起诉 那2月27号的审判时间存在不合理性 检察官还说2月1号将会由司法部长塞森斯最终决定 是否以死刑罪名起诉嫌犯克里森森 张颖的父母弟弟和男朋友在印失踪后先后来美 在美交集等待寻找隐隐下落 面对复杂繁琐法律审判程序 家人身心俱疲 已经有11月回中国打算 并没有并没有夸置 决定下车 家人致挖锁 大 labor活用 新闻第一个派次 自家人人分不合理你 大亏 小生金 托优独播剧场 小生云